會不會有時候覺得那個姊姊身份跟藝人身份有時候會那個轉換有點過來 剛開始的時候會可是現在就覺得還好 因為可以把那個身份的區別做出來 然後比如說在上一些節目的時候以前姊姊身份有很多事情都不能講 然後也不能被打背嗎 因為小朋友家長就是會有那邊會有點難交代 可是現在大家可以慢慢的去也是分清楚說 現在這個是上節目的楊晨熙 那現在這個跟小朋友相處的是果凍姊姊 就是都可以分得很清楚這樣 所以現在還是可以用果凍姊姊出來跟小朋友互動嗎 可以喔 因為很多人覺得就是離開了那個親子台之後就不能用果凍姊姊 可是果凍姊姊這名字是我自己本人去註冊的 所以是都是可以用的 那像你那個重啟很多姊姊啊 結婚的結婚生孩子的生孩子 對喔 我現在就是每天就是網友給我的那個問話留言啊 他們的關懷的那個詞都變成 欸你什麼時候要結婚 不知道哪裡飛來一筆 他就問說 其實我覺得有個不錯的人選推薦給你耶 然後我說誰啊 然後他說 你有沒有考慮過國賢哥 然後我想說 怎麼會突然想到國賢哥 可是雖然是就是我們就是私交還蠻好的還蠻常出去 但是國賢哥就是個爸爸啊 怎麼會想到跟國賢哥在一起這樣子 所以年紀太大不行 國賢哥的問題不在於年紀大 而是他太會唸了 上節目的時候就有製作單位就請我就是選一個題目 然後問說那些算命老師 比如說塔羅老師啊 或者是什麼算什麼算命的老師這樣子問一題 然後明年怎麼樣做轉型這樣子 然後我因為之前去上網很大的時候 然後穿了一套泳衣 然後網友大受就是整個是天為驚人之後 我想說那我來問一下 如果轉型成這種比較性感一點的形象會怎麼樣 結果老師就都說失敗失敗失敗 所以我現在已經打消走性感路線 然後我說那到底要走什麼路線才會成功 他們說你非常適合走知性的路線 然後說知性是什麼 是像張老師那種然後可以幫別人解答嗎 他就說嗯類似那種 對就是可能可以陪人家聊心事 然後有什麼問題都可以跟我說 可能我很會傾聽吧 這是什麼節目 因為我們節目名字聽起來有點奇妙 叫做我的啪啪啪食堂 然後大家一開始以為就說 這是不是什麼色情節目 但是沒有就是裡面都常常介紹一些很怪奇的事物 因為我本身是異胖體質 所以我就一直很害怕如果我生了小孩之後 然後身體就是身材走樣再也回不來 因為我曾經有胖到六十幾公斤過 所以我就怕我生了小孩之後 就停留在六十幾公斤回不來 觀念有蠻大的改變 就是我以前是不想生小孩 完全不想生小孩 我覺得兩人世界很好 但現在因為之前我爸爸就是生病的關係 我跟我哥那時候輪流就帶他去醫院去看病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結論就是一定要生小孩 因為如果我爸爸沒有我跟我哥哥的話 我媽媽又就是中光生病 根本沒有人可以照顧他 然後帶他去看病這些 咳嗽 我媽媽 我被人掌握了 你塞去看病院